有这么一个女人曾引领了纽约的时尚风潮 她衣着华丽 妆容精致 只要有她在 那就一定可以夺得全场的目光 按照命运的轨迹 她应该嫁给一个爱着她的男人 拥有可爱的孩子 幸福地走完一生 可没人想到 从风光一时的名媛 终究是被破败的生活 磨平了棱角 她从少女变成了疯子 最终死在亲生儿子的刀下 这里是明星观察员 今天就让我们来聊一聊 纽约名媛巴巴拉·达里·贝克兰德 当巴巴拉第一次出现在纽约上流社会的视野中时 人们都被她高贵 雍容的气质和姿态所吸引 迅速被人捧为纽约十大美女 看到这么一位女子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这是一位拥有着豪门背景的名媛 但事实是 巴巴拉出身并不高贵 她出生在美国波士顿 在出生之前 她的母亲就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 维持正常的精神状态 就需要众多医疗费用 而她的父亲却是当地的一个小商人 作为家中唯一的顶梁柱 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1932年 美国经济进入衰退时期 巴巴拉的父亲生意惨淡 整个家庭难以维系 万般无奈之下 她精心设计了一场完美自杀 在自杀之前 巴巴拉的父亲为自己买了一份意外身亡的保险 也许这是这个男人所能做的最后一笔交易 巴巴拉用父亲的保险赔款 购买了大量奢侈品 比如衣服 名牌包包 首饰香水 同时还学习了各种贵族利益 在凭借着她的美貌 俨然将自己包装成了一位豪门名媛 但她那时候还太年轻 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 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因为父亲自杀 母亲疯狂 巴巴拉的童年和每一个戏剧故事的主人公设定如出一辙 这样的童年和家庭让巴巴拉十分情绪化并且易怒 但情绪化的美人依然还是美人 无数男人拜倒在巴巴拉的十六群下 他们或是有着滔天的权势 或是有着数不尽的财富 当然 更有着对巴巴拉坚真不渝的爱 为了赢得巴巴拉的芳希 纽约著名医生肯尼迪心甘情愿成为巴巴拉母亲的私人医生 同时 许多人都为巴巴拉提供金钱和事业上的帮助 遗憾的是 这些人都没有赢得巴巴拉的青睐 他将目光投向了贝克兰德家族 说起美国的贝克兰德家族可能大家并不熟悉 他的名字远远没有科赫家族 或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那般有名气 但贝克兰德家族第一任组长 发明了每一个人都离不开的一样东西 塑料 正是凭借着这项影响世界的发明 贝克兰德家族一跃成为世界顶级家族之一 而巴巴拉就将自己的目标 对准了这个大家族的第三代继承人 布鲁克斯·贝克兰德 布鲁克斯年轻时风流倜傥 不仅有着信托基金支持生活 曾经还是加拿大空军的见习飞行员 在纽约的派对中两人结识 之后迅速坠入爱河 但放浪不羁的布鲁克斯并没有结婚的想法 于是巴巴拉就谎称怀孕 逼迫布鲁克斯和他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1946年 他们的儿子安东尼出生了 也就在这时候 二人的婚姻出现了问题 他们开始了无止境的争吵 布鲁克斯在灯红酒绿中迷失了方向 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而巴巴拉则开始酗酒滥用药物 同时巴巴拉身上的抑郁症开始逐渐显现 他产生了严重的自残景象 为了逃避社交圈众人的目光 在小安东尼八岁那年 他们一家人开始了周游欧洲列国的生活 但是旅游和欧洲的美丽风景 并没发迷和夫妻二人感情上的伤痕 夫妻二人还是和在纽约一样争吵不断 互相出轨和谩骂充斥了二人的生活 这样糟糕的情绪激发了巴巴拉的情绪问题 1960年 他们一家暂时定居在浪漫之都巴黎 而布鲁克斯的出轨行为也愈发放纵 他爱上了比自己小15岁的英国外交官的女儿 向巴巴拉提出了离婚 但对于备受宠爱的巴巴拉来说 他哪受得了这样的羞辱 巴巴拉以死相逼 逼迫布鲁克斯放弃了离婚的想法 而夫妻二人的争吵 受伤最严重的就是年幼的小安东尼 他每天都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之中 父亲和母亲争斗的十几年间 他成为了母亲唯一的精神寄托 被他圈养在身边 是巴巴拉唯一的慰藉 但令巴巴拉没想到的是 儿子安东尼的行为 却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自安东尼出生开始 他就一直是别人眼中的贵公子 一来伸手翻来张口的生活 再加上遗传了父母优点的安东尼 有着一副令人艳羡的皮囊 成年之后的安东尼 成为了众多女孩的梦中情人 但是女孩们的王子梦 注定是要落空了 1967年 安东尼遇到了杰克库珀 那个他深深爱着的人 但遗憾的是 杰克库珀是一个男孩 那个时候 美国的上流社会依旧思想保守 同性恋还不能被巴巴拉 极其火爆的性格 可对儿子病态的控制欲 让二人精疲力竭 本来融洽的母子关系开始出现了裂痕 回到家里的巴巴拉 得知安东尼是同性恋者的情况后 情绪崩溃 因为在当时的美国社会 同性恋被认为是一种疾病 更是一种耻辱 所以安东尼不可能 也不可以是同性恋 巴巴拉正式开始了 他的掰执计划 他一边假意默许儿子 和男友杰克的关系 一边找来妓女和儿子发生关系 同时他还极力撮合儿子和一位西班牙女同学的恋情 希望安东尼可以和女同学有所发展 这样就可以中断和杰克的关系 可是如同所有精彩绝伦的小说一样 巴巴拉机关算尽 但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丈夫布鲁克斯 反倒爱上了原本要介绍给安东尼的西班牙女同学 为了这个西班牙女孩 布鲁克斯再一次同巴巴拉提出离婚 而这一次他终于如愿 两个人彻底分道扬镳 布鲁克斯回到纽约 娶其生子过上了全新的生活 然而巴巴拉与安东尼却陷入了泥沼中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巴巴拉陷入崩溃 他对安东尼的控制欲更加严重 而处在漩涡中心的安东尼则更是充满痛苦 他的精神状况也变得更加糟糕 不想留在伤心地的巴巴拉 之后带着儿子搬去了伦敦的切尔西区 可同性恋的儿子他怎么看都不顺眼 互相依赖又互相厌恶的生活 让母子关系持续恶化 安东尼甚至因此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在这个时候 心理医生就已经对巴巴拉做出了预警 应该对安东尼做出科学系统的心理疏导 可是巴巴拉不能允许儿子离开自己一步 他认为安东尼的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把儿子领回家后继续为儿子找妓女掰直 最令世人震惊的 还是有关于他是否亲自上阵和儿子发生关系的讨论 与巴巴拉的亲密朋友说 巴巴拉曾经提到过 如果儿子实在掰不直 已经想亲自上阵让他变成直呢 一些朋友说 他们相信巴巴拉可能真的已经这么疯狂 做了这件事 而另一人说 可能这只是他在绝望之时 自嘲的玩笑 想要博得大家的同情而已 不管哪种说法才是真相 但安东尼和巴巴拉之间的关系 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1972年11月17号 傍晚时分 两人发生激烈争吵 积压已久的愤怒 冲破了安东尼最后的防线 50岁的巴巴拉当场身亡 随后被捕入狱 最后死在狱中 目睹父母谎言婚姻的悲剧 遭受母亲的疯狂控制 初恋带来的毒瘾 被强行改变性向的痛苦和精神分裂 安东尼究竟是他杀还是自杀 没人有答案 2018年 杰西通过网络认识了汽车零件销售员 瑞恩两人你浓我浓很快就确定了关系 之后在没有结婚的前提下 两人在2019年生育了一个女儿 为了抚养孩子 杰西就辞去了工作 专心在家当家庭主妇 去年在疫情封锁期间 杰西又怀上了第二胎 一边怀着孕 一边还要照顾一岁的女儿 这让杰西感到压力倍增 还好这个时候 杰西的母亲乔治娜向她伸出了援手 主动要求杰西和她男友搬过来 和他们住在一起 理由是 方便帮杰西照顾她那只有一岁多的孩子 以及即将到来的第二个孩子 杰西一开始没有多想 高高兴兴的就带着男友和孩子 来到了父母家 本来没想住太久 但因为新冠疫情而导致的封城 使得杰西一家在父母家里 一住就是好几个月 在家人的照料下 杰西总算是能够安心养胎了 1月28日 杰西在格洛斯特郡皇家医院进行分娩 甚至因为无法顺利自然分娩 她还一度难处 最终还是进行了泼妇产 才诞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儿子鲁本 但遗憾的是 杰西并未等来 瑞恩作为一个爸爸应有的反应 他只是在产房逗留了几分钟 然后就迅速离开 之后竟然发短信称 要和杰西分手 而原因则是 杰西经常怀疑自己有外遇 不得不说 瑞恩是真的把贼喊捉贼 和倒打一耙这一招 用得炉火纯青啊 杰西当时还沉浸在 生家儿子的喜悦之中 所以他并不知道 瑞恩当时匆忙离开 是因为杰西的母亲乔治娜 正在医院停车场 等着和瑞恩一起私奔 等到她离开医院回到家 发现她的母亲 竟然也消失不见了 才真正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而私奔的两人 早就搬到距离家 三十多英里外的地方同居了 杰西生心欲绝 她万万没想到 在她生命中 如此重要的两个人 竟然同时背叛了她 她哭着说 这是彻底的背叛 你只会希望你的母亲爱上你的宝宝 而不是宝宝的父亲 其实从两人搬到父母家住之后 她却有发现自己的母亲和男友之间 举止有些轻浮 比如说明明是在家里隔离 母亲却开始打扮起来 不仅每天化妆 还穿上很久不穿的短裙 杰西后来表示 这真的令人感到恶心 她会穿上短裙 然后坐在我孩子父亲的旁边 这看起来十分不合适 她还看到男友瑞恩 抚摸她妈妈的屁股 杰西当时就马上找瑞恩对质 你刚才是在做什么 但瑞恩告诉她 她只是想让她的妈妈让一下路而已 还责怪杰西太多疑 不信任自己 此外 杰西的妈妈和瑞恩 经常在厨房里喝酒喝到半夜 即使杰西的父亲在家 他们两人也不在意 咦 这个剧本总觉得 好像在日本的经典爱情动作片 也发生过 杰西虽然有所怀疑 但一直不愿意往最坏的方面想 直到自己生完孩子 从医院回来之后 却发现男友和母亲都不在身边 这时的他才突然意识到 自己以前的猜测恐怕是真的 这两个人竟然在自己 和父亲爱里克的眼皮子底下 搞婚外情 杰西并不是这场闹剧的唯一受害者 杰西的父亲 乔治娜的丈夫爱里克 在听到了这个消息后 精神直接崩溃了 杰西曾收到了妈妈发给他的短信 妈妈告诉他说 瑞恩早在三天前就想和自己在一起了 他也是在最近六个月才打算告诉他 而且妈妈还说 他和瑞恩十分相爱 瑞恩会把他和杰西生活中的一切 都毫无保留地告诉自己 而得知这一点后 杰西的心情就更复杂了 因为三年前 除了是杰西和瑞恩确定关系的日子 更是杰西的父母乔治娜和爱里克 重新举办婚礼的日子 在2018年的时候 乔治娜和爱里克 为了庆祝十周年结婚纪念日 他们还回到了曾经结婚的那个教堂 重新举办了一场婚礼 并重温了当时宣读的誓词 称要互相陪伴 彼此白头到老 以此当作十周年结婚纪念日的礼物 而瑞恩作为杰西的男朋友 自然也受邀参加了这场婚礼 也就是说 从这个时候 瑞恩就已经开始对乔治娜有想法了 至于这三年到底有没有发生什么 我们就不知道了 而杰西的亲戚朋友 听说两人私奔后全都傻眼 他们说怪不得乔治娜 开始越来越关心自己的外表 还开始穿短裙和低胸上衣 她恐怕是失去了理智 被一个年轻小伙的花言乔语 给蒙蔽了双眼 杰西表示 妈妈的红杏出墙 对爸爸的打击很大 很心疼爸爸 同时 她也并不看好妈妈和瑞恩的恋爱 因为瑞恩和杰西在一起的这些年 就曾三次出轨 为此杰西讥讽道 别看现在瑞恩和我妈 如娇死期 关系好得不得了 但以后可就不一定了 瑞恩的前女友也十分同情 杰西的遭遇 她接受采访时表示 瑞恩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不但对他不好 同样出轨了其他女生 这就是一个沾花折草的渣男 尽管周围人都对乔治娜和瑞恩 两人的行为口诛笔伐 指责他们不但在杰西怀孕期间出轨 还在他刚生完宝宝就私奔 抛下他独自照顾两个孩子 但两人对这些指责却显得毫不在意 完全不后悔自己的行为 甚至还在脸书上 确认了两人的关系 在2月14日 情人节当天 乔治大还晒出了他从瑞恩那里收到的玫瑰花照片 这已经无法用简单的词语去描述了 这完全是在杀人诛心 而且诛的还是他亲生女儿的心 而瑞恩这个渣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从不后悔自己的决定 他说 我从不在乎其他人的想法 我爱上了乔治娜 我就让他全世界都知道 其他人的想法根本不会打扰到我们 我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每个故事都有两面 我知道这一切背后的真相 也不知道他所说的真相 是他多次出轨还是勾到丈母娘呢 而当杰西质问乔治娜 为什么能够如此狠心时 乔治娜总的总监表示 我们不能控制自己爱上谁 有些事情发生了就是发生了 而最让杰西感到心寒的是 他哪怕到现在 都没有听到母亲和孩子父亲的一句道歉 因为乔治娜和瑞恩的做法 过于挑战世俗且荒谬 关于他们两人的报道 甚至还上了太阳报的头版头条 于是网友们瞬间就炸锅了 纷纷指责两人 一位网友对杰西鼓励道 太惨了 刚刚生完孩子就被分手已经够差了 小三居然还是自己妈妈 可耻的母亲 卑鄙的男友 姐妹 你一定要振作起来 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做个优秀的母亲 有一天 他们一定会后悔 还有一位同样已经视为人母的网友 则不相信 世界上竟然真的有这样的妈妈 她说 我无法相信一个母亲居然会如此残忍地对待自己的孩子 我的女儿16岁 我愿意为他抛弃地球上任何一个男人 爱他引导他和保护他 不让他受到伤害 是我的义务 不幸的是 有些人真的不配做父母 还有一位网友表示 这是他所看到过最奇葩的新闻 不敢相信 竟然有人真的这么残忍自私 而杰西比较担心的是 等孩子们长大一点 他要如何向他们解释 自己混乱的家庭关系 这就像一位网友说的那样 他说 如果他们结婚的话 那外婆就是孩子们的继母 而杰西就成了自己亲生子女的姐姐 那孩子们到底要管谁叫妈呢 这复杂的家庭关系也真的是没谁了 杰西遇到如此奇葩的妈妈和男友 确实是过不担心 但不得不说的是 母女俩的审美和对男人的品位 居然能够神同步 也是绝了 也许要等到乔治娜 也被瑞恩戴绿帽的那天 他才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吧